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跌蛮多的 我个人认为今天因为是台指期的结算 结算震荡很正常 昨天美股是 美股又是拉尾盘 你可以看到说美国股市其实还好 昨天都 相对来说冲高之后又压回 但是尾盘又拉了起来 虽然说什么英王 连准会英王布拉德 连准会应该要升息三马 什么经济的衰退都是什么假象 那我跟你讲那些官员 怎么讲不见棺材不落泪 官员都嘛不知人间疾苦 管什么英王讲什么 管什么包儿讲什么 但是如果以过去 以过去那个英王讲话的话 我想美国股市不是 昨天不是小跌吧 如果你看去年那什么英王一讲话 对不对 英王一讲话 哇每次都这样 蹦啊蹦啊蹦下来 对不对 去年真的啊 每次只要英王一讲话 大家都蹦蹦蹦蹦蹦 昨天其实还好 英王讲话你看道琼 对不对 道琼还能拉起来 所以告诉各位 其实市场现在大概都是预料的 你这个美国股市或者全球的股市 受到联准会这个什么升息的一个 怎么讲恐吓 我个人认为是恐吓啦 这个恐吓的一个程度已经免疫了 已经免疫了 所以你英王讲话就讲话嘛 对不对 你看昨天道琼也是拉起来嘛 只不过最近来说美国也是在财报周嘛 那接下来 Tesla也要公布财报等等很多重量型的企业 那比较好的一点是美国的银行股都是在比较低档区 对不对 就跟台湾的银行股也是一样嘛 你看国泰金对不对 讲难听讲国泰金 没什么涨啊 在年限付金而已啊 你说富邦金对不对 富邦金还在年限 对不起国泰金在年限之下 还在年限之下 这条红色是年限 还在年限之下 对不对 那富邦金呢对不对 没在年限付金而已 所以你说 这个盘 今天因为台子齐的结算 然后呢 对不对 杀的多一点 我觉得这尾盘这边 这边是多杀的 我个人认为这边是多杀的 今天大力光被杀了55块 但是大力光本益比12倍耶 各位同学 你看真的喔 大力光去年赚169块 去年赚169块 对不对 那以正常的光学股来看啊 我们大家 其实很合理的过去这十几年来 大家对光学股的评价来看 正常光学股的评价大概本益比20倍啦 去年赚169块 本益比20倍 大力光应该值多少钱 应该值3000块以上 今天又被杀了55块 来到2000块 你不觉得 真的有时候 蛮有趣 你说这些外资啦 这些法人 他们 要压盘的时候 无所不用其极嘛 对不对 今天就杀大力光 联发科又被多杀 又被杀了 联发科当然 我也跟各位报告过嘛 所以联发科当然他要面对 因为第一个现在就是因为打消手机的库存 大陆的一个 手机的需求也不好 甚至现在 市场也有传啦 什么 现在反而是 那个二手的手机卖的比较好 所以有些 驱动IC什么极单 他是因为 那个 修理面板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智慧型手机常常是怎样 摔坏嘛 通常都是面板摔坏嘛 修理面板的极单 所以为什么 这阵子我也告诉你 我说什么天狱这种 真的不要乱追啦 因为毕竟 驱动IC他不是搞结的IC 对不对 前几天你看到 新闻还要告诉你 哇联勇有极单啊 什么谁有极单啊等等的 但是你要想啊 我 前几天我还跟各位报告我说你光是看这个毛利率 光是看这毛利率的变化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过去的天狱大概毛利率对不对 差不多三十几% 那因为呢 两年前开始缺货 升到四十几% 有没有毛利率升到四十几%开始涨价 本来一片八百块美金的 涨到两千块美金 升到四十七、四十九、四十七 但是呢 开始不缺货了 开始降价了 价格回到正常慢慢 你看 毛利率跌到26% 跌到26% 回到一个正常的水位 本来一季你看涨价的时候一季赚十块 有没有 一季赚十块 涨价的时候 哇 功不应求啊 每个IC都涨啊 对不对 一季赚十块 你看 有没有 所以那时候天狱哇 涨到三百多块 三五十五的敦态有没有 也是一样 有没有 一季赚十块 结果呢 现在 去年第四季还亏钱 有没有 毛利率还变富的 你看回到正常水位 你看毛利率变多少 就没有那么 享有那么高的毛利率 有没有 你看 涨价的时候毛利率 哇 五成多耶 比联发哥还要高耶 对不对 比联发哥 联发哥的毛利率 也才四成多五成而已 你 驱动IC的敦态 毛利率变五成多耶 这就不合理 所以为什么我常讲 产业的东西 绝对比你看到K线 看什么软体指标 它才是正确的 对不对 很多老师五百多块 带你买联勇 三百多块说什么 敦态很便宜 都完全不懂产业 技术面 只会看技术面 只会看本益比 那都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我常都在节目里面 我常要跟各位讲 我说真的 你要看的是什么 产业的未来 就像马斯克一样 他为什么会是全球首富 因为他做对了 对不对 每人在坐电动车的时候 他坚持下去 他赢了 那后来他现在要做什么 对不对 低轨卫星 他也是个先驱者 那你说AI来说 他就落后了 所以呢 他就口是心非了 当他落后的时候 他也会急啊 对不对 前阵子来说 AI不行 AI不行 AI有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对不对 讲AI不行怎么样 就自己偷偷用 所以你看这些有钱人 他们一直都想要在 新的东西去占有 对不对 占有领先的地位 所以为什么我常讲 我说真的 我们做股票也是要先 看新的东西 未来什么产业会好 不是看过去 很多人会看过去的本益比 去年赚多少 本益比十倍 好便宜好便宜 不能这样子看 就像说大力光 OK 对不对 今天大力光 好 那你说不能看过去 大力光去年赚多少 对不对 去年赚169块 那今年会赚多少 今年第一季营收 是有点衰退 对不对 好 有点衰退 那你说 大概10%左右吧 大概10%左右吧 他至少 去年赚169 今年可能100多 也是要100多块吧 你说 今天打到 今天打到2000块 你说贵吗 大力光打到2000块贵吗 不贵啦 这边算是便宜 但是 你看最近的外资 有没有 最近外资就是这样嘛 其实外资 当他压盘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就是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有没有 对不对 就这样压了下来 但是大力光你也知道 今年苹果要用什么 浅望式的镜头 新的东西来 新的东西 所以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好笑 有时候 像大力光的灵恩瓶 对不对 大力光灵恩瓶 有没有 对不对 他每次法说的时候 大家都说他是老实数 当然啦 他会 他会讲 他会讲得很比较 保守 公司好 对不对 公司如果业绩好 他就说还不错 公司如果 未来几个月业绩不好 他可能就说不好 外资如果听到了 可能就是卖 所以就是这样 但是 对不对 他说的 都是产业未来的趋势 他也说 四到五月看起来都很差 拉货动能比三月还差 六月也看不到 看起来营收也会跟着下滑 但是呢 对不对 你要想 他还有什么 来了再来 其实今年大力光有新的东西 就是 对不对 G加P的镜头 就是新的潜望镜 潜望镜的镜头 来来来 这个东西 我是比较少给你们看大力光的一个新闻 大力光新闻 来 外之寒 外之寒 真的是老花眼都蛮严重的 看一下 来来来来 算了算了 这红天类的新闻比较少一点 但是 你要知道说大力光接下来手机就是潜望镜 潜望镜就是 有类似那种 对不对 潜望镜的镜有一个垂直的 有一个在上面的 光的折射这样子 他可以让手机更薄 他可以变焦 这是大力光的新的秘密武器 那你说他有没有机会上去 绝对有 绝对有 今天被压成这样 当然 其实如果说你是资金多的 我是觉得这边大力光真的便宜 真的便宜 所以有时候 股票在跌的时候 不见得是坏的 很厉害的吧 对不对 我讲南丁业 谁敢去追东哥啊 涨到两百块 我们都觉得很贵的 我说实在 三十几块涨到两百块 我都觉得很贵 我怎么敢带会员去买 对不对 但是你看 真的好厉害 涨到五百七十五 是不是 涨到五百七十五 那谁敢去买 当然 可能有些法人 法人当然敢买 法人都 对不对 反正钱也不是他们的 对不对 再来呢 一些喜欢追强势股的人 但是他们能买多少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边拉边出啦 所以你看到 这技术线型 你可以看到就蛮有趣的 你看 报大量 人都报大量 对不对 两万多张 本来一家公司 一天成交上只有100多张的股票 对不对 东哥游艇还没涨之前股价四十几块的时候 一天成交上100张 75张 一百六十四张 一百六十四张 七十四张 对不对 这种股票 很冷门的股票 一天成交100张 两百张 到了 股价到了 涨上去 喷出了 涨到高档 一天两万张都滚出来 一天两万张都滚出来 到底谁在出货 对不对 你这你就是要合理的怀疑了 有时候股票是这样子 涨上去很凶很凶 涨到天上去 它是很美丽 很美丽啊 当然很美丽啊 老师 东哥三百七 你看又可以涨到五百七 你看东哥强不强 指标软体强不强 赶快买哦 这个都是强势股啊 对啦 刚刚最后的喷出那一段 都是很美丽 而且在那个moment 在那个当下 很多散户会受不了 对不对 你看一天两万张 怕死人 本来一天只有九十八张的成交 以前东哥四五十块的时候 九十几张啊 对不对 一天才九十几张 了不起多一点五百多张 这边涨到九十二块了不起两千张 哇突然涨到三百多四百多 爆了两万多张大量 谁在出货啊 我问你嘛 合理怀疑是一定有人在出货的嘛 对不对 我讲这样对不对 但是他第一次出货也不一定死哦 你了解吗 你看出完之后跌了几天 哇又嘎空嘎上去 对不对 然后昨天再爆量 再出一次 这边又两万多张 这边又两万多张 当股价在高档爆天量的时候 请各位真的要小心 我常常都是苦口婆心 我不敢说他死掉了 当然东哥他有他的好的利基点 但是长多了嘛 你看这两天无来由就给你跌停板了 对不对 没有人会教你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有义务 你看我的节目 我有义务教你这些东西 低档的时候都没人要 高档的时候很强的时候 每个都喜欢追 指标软体都翻正 技术面也翻多 股票喷出了 媒体都在爆了 你自己都要小心 那时候元太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高档喷出了很多人说 老是元太可不可以买 每个都 散户都是这样 很喜欢很强的股票 很喜欢快 快到后面就死掉 真的啊 二十几年来看了多少 产业的起落 我常讲真的啦 有时候你就乖一点 买好的公司 买在低档 还没有人讲利多的时候 买在底部啦 你不会死啦 你买多一点 你以后涨上去你就赚了啦 对不对 我不会骗你嘛 你看最近 元太也是有很多消息啦 但是为什么涨不上去 因为它已经反映了未来 因为它已经反映了未来 对不对 那时候两百多块 这边 涨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反映了未来 它的成长性 它还有新的竞争对手 所以 所以 真的啦 我常讲真的 你 还是要往未来去走 对不对 为什么那时候 就像我的会员会问我 老师那时候 有一天联发科 我有个清代会员问我 有一天联发科大长 那天大长 那天 他说配息嘛 配得不错嘛 那天差一点涨停嘛 对不对 我的会员有个清代会员问我 我说老师联发科可不可以 我说 联发科没有瑞玉好 我又跟他讲 你看瑞玉至少你买了 最近都还可以赚钱出 对不对 群联也不错 你看群联至少还多拉了一点 是不是 因为毕竟 他们面对的产业的竞争不同 你看 那天的联发科就是最近的高点 那天联发科就是最近的高点 七百九跌到今天这边 很多老师带会员去买联发科的怎么办 也不讲 所以真的啦 我常讲 为什么对联发科 虽然他是便宜 真的你提到这边是便宜 但是我 就是比较说 对他的竞争 因为他还是要面对比较多竞争 他比较辛苦 就像说他要切入车用 高通已经做很久了 高通已经打入很多T1的市场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昨天不是又有新闻 什么联发科要车用 要布局车用怎么样 但是我也跟你讲 联发科的营收那么大 你布局车用 其实只占他很小的一块 而且才刚开始做而已 他还要 对不对 历经很多的辛苦 所以这跟富顶不一样嘛 富顶 第一个本益比不贵 十几倍 对不对 去年赚八块多 今年应该也是会不错啦 本来年初是有人预估什么 赚十几块 我是不敢想 但是毕竟 毕竟 毕竟来说 以去年第四季来看 对不对 至少啦 今年可能 七块八块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毕竟 接下来鸿海 对不对 开始 新的Model C等等 新的车型要出来 你要买IC 你会跟别人买吗 对不对 那郭台铭去私募 陈泰铭去私募 富顶干嘛 我跟强茂买就好了 我跟蓬城买就好了 我干嘛跟富顶买 一定是照顾自己的家人 对不对 我想这个鸽背往内弯 没有改变 那比较好笑是 今天一早 今天腹顶是跌下来 但是尾盘有人吃上去 你看今天的乙胜 今天有一个新闻 今天什么 美国的 烘天蕾还没有 烘天蕾的新闻是满烂的 没关系 今天为什么乙胜会喷出大涨 创近期的新高 为什么喷出大涨 因为美国的一个新能源法案公布了 你看 那个什么 他那比较严格 你看这是拜登 对不对 拜登这次 真的这样子搞 当然他是为了希望美国好 为了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 但是你要想 有很多的产业 他回 他到美国去是不行的 就像半导体业嘛 对不对 今天那个 我看一篇社论 大家比较少看 有一个 我今天早上看了 我会忘记那个人 林本迁 林本迁在 他过去也是台积电的 他也是台积电的大将 他是在清大 设一个半导体学院 真的他培植了台湾很多 半导体优秀的人才 他也说嘛 其实 真的啊你去美国 对不对 半导体尤其 你去美国真的成本很高嘛 美国人也不愿意进去无城市 我讲白一点 对我 你叫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看工厂的时候 你叫我进去无城市 我绕个一圈 一个多小时 那时候才六寸厂 我都觉得我快受不了 我才不要 真的啊 你看台积电那些工程师 对不对 无城市 那些机台设备的工程师 你要在里面七八个小时 这样轮班 真的那很痛苦 他们赚那么多钱 不是说好赚的 你知道吗 那真的很痛苦啊 你那个无城市 包着 真的 然后在那种高压的环境 对不对 你要实实的盯着 会不会有些问题 那不是 不是好赚的一个行业 甚至里面还有有毒的气体 有毒的化学物质 很多到后来都得癌症 我不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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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美国人你做得下去 骗笑 所以你说 真的啊 你美国真的搞了很多 反正对不对 是他们家的事情 他也说了 其实这样做不一定美国会赢 因为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毕竟它有市场 它有市场 你美国其实很多的 半导体都要卖到中国大陆去 NVIDIA最大的市场 INTEL很大的市场 三星很大的市场 不是在中国 都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你说 接下来发展会怎么样 我是不知道 我是反正那是政治去解决 但是我只会告诉你 真的吗 什么东西你还是可以做 就是车用嘛 对不对 手机现在还是不好 车用还是好 所以我今天看到副顶 对不对 你看以圣冲上去 广语也冲上去 竟然副顶今天 对不对 今天广语也冲上去 竟然副顶是被 不知道被谁打下来的 真的是吃饱太咸了 结果又拉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会选副顶 因为毕竟 郭台铭跟陈台铭私募他 对不对 绝对是要干大事的 我们看这个 飞鸿 台铭私募四十块钱 现在七十七块八 一倍的 涨了一倍 那你说郭台铭 陈台铭私募他八十几块 他不先涨了一倍到一百六 怎么对得起郭台铭 怎么对得起陈台铭 对不对 而且半导体 IC设计 本益比十几倍而已 会贵吗 飞鸿本益比多少 你算得出来 现在是402倍 现在是402倍 你算得出来 去年赚0.19 现在股价多少 七十七块八 当然你说他的子公司 跟可牌合作做充电桩 可牌的全球的下游占很多 当然他未来获利可能会不错 但是对不对 你如果以本益比这样算 他不合理啊 联发科本益比几倍 不到十倍耶 联发科好委屈 所以股市是这样子 第一个筹码 第二个产业 那当然如果说在IC设计 我觉得最近可以买的 譬如说你说副顶 你说连结 还有维胜 跌下来我是觉得 这边应该就是有机会 就够便宜了 所以联发科你就是还是要 反这边我不会建议你卖 但是反弹我会建议你卖 你有联发科的都欢迎你来找我 好不好 你不要再相信 只会看技术面的老师 技术面真的在做股市里面 真的他只是一个非常 怎么讲 小占有小的一块 对不对 技术面到后面 对不对 就变泡面了 为什么 当产业不对的时候 你看外资一杀 是杀成这样子 对不对 竞争力不对是杀成这样子 还好他是联发科 对不对 你看那时候的联勇 有没有 那时候联勇 你只会看技术面的 底部 结果后来跌到两百块 敦泰 对不对 只会看本益比的 三百块的敦泰好便宜 本益比十倍 对不对 敦泰不涨电子股都不会涨 还有老师会讲这种话 真的是笑死人 只有我告诉你真的要卖 对不对 你看三百块跌到五六十块 他就不讲了 为什么只有我 都是驱动IC赶快卖 对不对 他不是一个高阶的IC 所以这边你要懂 IC设计要调整 要去调整 尤其是你有联发科的 欢迎你来找我 好不好 也祝各位超顺利专家前 明天再会 拜拜 三百块 听到这个是鸟 对不对 南区 因为